记者会上 吴先生行走自如 还难想象去年8月 他的左小腿被整治截断 回忆事发经过 从事潜水教练工作的吴先生说 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先救学员 渔船 蛮大艘的渔船 是很大艘 他是直接从 因为我看到船的时候 他已经来不及在学生的正后方 赶快先把他压下去之后 用气柄去顶着船底 然后闪那个螺旋桨 然后压过去这样子 你是先救了学生 就把他拉下去 不然第一个就 在左小腿被截断后 吴先生发挥自救能力 用身上潜水装备的呼吸锁带 迅速止血 还把学员安全带上岸 并请其他潜水教练下水斜巡断肢 冷静的态度连医生都佩服 我们是有二级头 就有呼吸 它有长长的管子 它就像是 类似我们的皮带 它有点像皮 有一点点弹性 然后就直接这边绕过去 全部把它拉紧 越紧越好 一直拉得非常紧 完全没有感觉 然后看到血没有流 然后就这样子 它掉在水里面 因为本身都有穿潜水衣 所以它来的时候 其实它的段子 是被包在潜水的 鞋套里面 鞋套里面的 所以刚刚好是一个 算是比较好的包覆 然后送过来 然后我们当然就是在把外在的东西 去除掉之后 然后将断肢做完检查 一并的一起送到开劳房 解开户具 脱下长袜 手术疤痕清晰可见 为了接回吴先生的断肢 基隆肠医院 从急诊 麻醉 骨科到整形外科与复健科 医疗团队通力合作 经过12个小时的紧急手术 终于保住 无限生的左小腿 手术的部分的话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 它是创伤截面 创伤截面的时候 还是会伴随一个部分的 这个创伤区域 所以整形外科这个部分 其实是由从对侧 病患对侧的小腿 取一个差不多 30公分长的一个 筋脉座椅子 那其实有重建 大概两套的血液循环 包含重要的 这个运动的 和这个感觉神经 另外也将这个 前后和外侧的这些肌肉 大约有10条左右的肌肉 去做一个完整的重建 所以在这个重置手术之后 其实这个 就目前现况看起来 这些肌肉的收缩 和力量的传递 都达到不错的效果 金融肠医院 整形外科医师 蓝静宇也提醒民众 遇到断肢事件时 一定要把握三大重点 并在黄金抢救时间的 6小时内 送医进行接回手术 第一个是发生的当下 我们希望是能够 尽量的去控制伤害 所谓控制伤害 就是这些断肢的阶段 通常有时候会伴随 一些比较重要的血管 造成大量的血液流失 可能就会造成病人休克 甚至失去意识 陷入更危险的状态 所以第一时间 去减少出血 那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做这个肢端的 直接加压 去减少出血控制伤害 那第二步呢 同时之间也不能忘记 我们这个脱落下来的肢体 所以很好的保存肢体 减少肢体送达 这个适当医学中心的时间 其实是相当重要的 那肢体如何保存 最主要就是将肢体 可能要放置在一个 手边壳的一个干净的塑胶袋里面 那在袋子的外面呢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是以一个冰浴的水 去做一个冰水浴 尽量去降低肢体的温度 那我们比较不建议的是 直接用冰块去接触肢体 因为有时候太过冷的情况下 也怕这肢体造成冻伤 所以我们会经常装在 干净的塑胶袋里面 同时外面以冰浴 去降低断断肢体的温度 然后争取一些缺血的 就是减少缺血 带来的后续的后遗症 以及伤害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尽速的送医 虽然遭逢这么重大的意外 以及接下来漫长的复健过程 不过吴先生对自己 以及对基隆长恩医疗团队 非常有信心 相信未来一定能重回大海 再做最爱的潜水教练工作 我还是会继续潜水 因为发生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第一学生有没有事 然后学生安全之后 然后第二我想说 我的脚接不接得回去 然后接不回去的话 装医治可不可以潜水 就这样子 我又就想到这样子而已 不过他已经接回去了 然后就接下来 就继续的去 跟他积极的治疗 金融长医院院长赖奇俊 也以帕登秋骨 点多用勉励吴先生 同时希望以吴先生 正面的成功案例 鼓励有类似病况的病友 相信专业配合治疗 积极复健 一定有机会重回正常生活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导